该你做的工作你不完成 倒有时间在这边造谣 人家这新闻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 我的个人隐私 没有必要跟你解释 工作是工作 马上就要手术了 请你专业一点 做事之前呀 要先学会做人 人都做不好 谈什么专业 没有多好时间了 手术不能正常进行 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下午这台手术 我准备了两个多月 反复实验 反复地调整方案 现在我的患者已经就位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开始手术 因为有人把我男朋友的采访文章 发到了我们工作讨论的大群里 且不说这篇文章 为什么会出现在大群里 我认为这种把工作和个人隐私 混淆在一起的做法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不专业的 而且我觉得我没有义务 向任何人去解释 我的社会关系和情感问题 也没有人有权利 对我进行道德审判 这件事情我知道 报道已经看了 你说吧 你想让我怎么办 我希望您能够出面解决这件事 你的男朋友 到底有没有家庭 主任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这是我的个人隐私 我现在可是在帮你解决问题 你是咱们医院引进的人才 对于你的技术 我无话可说 但是咱们医院需要的 应该是德才兼备 当然 我可以不干涉你的隐私 但也需要你自己去解决 因为你的隐私带来的所有麻烦 所以我今天要想顺利地完成这台手术 得开一个记者招待会了 你这什么态度 我就是觉得特别地滑稽 你不要因为你专业强 就带有这种优越感 我有什么优越感啊 主任 我为了今天这台手术 在实验室里面泡了大半年 结果我的领导因为一个谣言 让我对一群毫不专业的人低头 我一点优越感都没有 只有挫败感 手术不能如期进行 耽误了患者治疗 这可要算作医疗差错的 我准备充分按时到达 资料熟稔于心 对此我问心无愧 既然这样 你也比较激动 现在不太时宜做手术 那你就先回去吧 那手术怎么办 我只能派其他医生替你完成了 杨毅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在这个项目里 他只是助理研究员 这是第一例手术 您不能让他代替我 对于安盛来讲 换者永远是第一位 还有 作为领导 我虽然不能拿刀架着你 但是我可以换掉你